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在防疫期间 除了医护人员勇敢逆行与病毒较量 还有诸多志愿者冲锋在前一声作则 近日 在江苏扬州保应 有一位00后台湾大学生 做了一名社区防疫志愿者 和大陆同胞携手助劳疫情防控线 您好 请您出示一下健康码和冲程码 谢谢您的佩服 镜头前的这位姑娘名叫曹薇 来自台湾桃园市 自小跟随父母在江苏扬州保应生活 对她来说 这里已然是她的第二故乡 扬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 有美食有美景 更有古城千年的魅力 我从小就和父母来到扬州 在这里有我儿时的梦想 每年寒暑假 我都会回来这里 因为扬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疫情爆发后 正在休暑假的曹薇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做了一名社区防疫志愿者 在学校里 我也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 比如摄影和棒球社团 此次 当扬州发生疫情的时候 我便和爸妈妈商量 决定做一名志愿者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 希望我的志愿服务 能够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勇敢地战胜疫情 乔薇告诉记者 在全员核酸检测的时候 他们所在的点位会分成四组 每组志愿者大概十人 负责现场秩序维护 而在卡口执行时 他们将工作再细化 分时段为出入民众 提供体温测量和检查健康码等工作 以早班为例 我很早就要起床 做好自身防护 一直忙到九点多 给我的感觉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披心带月去抗击疫情 我们只要努力了 就一定能战胜疫情的 虽然辛苦 但曹薇觉得非常充实 我看到核酸检测的现场 秩序井然 大家都会自觉遵从志愿者的引导 我们的防护工作很到位 父母也支持我的工作 妈妈还表了态 如果我有事 不能去参加志愿工作的话 他会替我顶上 扬州疫情爆发后 扬州保应县台署联谊会会长 保应金元集团董事长郭鸿兴 第一时间捐赠了款项物资 共计三十余万元人民币 疫情发生后 我们台首理计会 发布了创新台国 台首们出自权了 联案通报牺牲印第疫情 大家十分之急 理良心的 无故性的捐款 虽然他们输入不高 单独是我们的一篇信息 同时 我们还足以量 联案通信指引的地 在抗疫中发挥自己的能量 截至8月13日24时 扬州市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528例 出院4例 当天上午6点钟 扬州启动 主城区第八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遏制疫情扩散 全力切断疫情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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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